市场更加担心内地经济下行风险 内地暂停公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行业数据 被消失的包括钢铁业 负责公布PMI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说 并不是因为钢铁行业有特殊情况 一个钢铁行业分析师就说 年初起当局增加了PMI样本数量 增加了调查难度 有经济分析师就认为 近期内地多个经济指标表现都不理想 透明到下降只会令市场更忧虑 他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速 跌破7%的可能性增加到三成 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有团体到政府总部请愿 要求当局修订雇傭条例 加强保障工人 关注零省公权益联籍以及十几个家务助理 还有培育员不满雇傭条例规定 雇员必须受雇于同一个雇主 连续工作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不少于18个小时 才可以获得全面保障 他们说有雇主利用条例漏洞 以低于规定要求的时数或者日数 聘用工人避过提供劳工保障的责任 联籍促请当局修例 又建议订立兼职法保障工人 视像人士找工不易的 香港盲人辅导会开办钢琴调音课程 培训失明人士加入这个行列 高芳婷和一位失明的调音师傅聊聊 69岁的游志荣 因为年轻时一场意外 令双目失明 这18个黑白琴键令它的人生重现曙光 我们全靠耳朵的 它教音也是要听的 很适合 一部钢琴有200多条的琴弦 要调教出完美音色 就要靠调音锤、音叉和分线夹 还有调音师傅的功力 由师傅入行四十几年 现在连大型屋连都找他调音 他听觉的敏锐度 其实可以帮他更加准确找到音 一部钢琴应该多久调一次音呢 由师傅说 我们一般家庭用的直立式钢琴 最好三个月调一次 而演奏用的三角琴 由于经常移动位置 所以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再调一次 有顾客说 新名人士调音比较有耐性 我觉得那些师傅只是很应酬式 帮你搅拌几个字 可能说你快点去换琴 你的琴是不值钱的 但是师傅就很好很有耐性 调音师傅除了重视琴声 还有背后的心声 很多时候都聊天 他又问我关于琴 关于哪个牌子 琴音领、价钱 我又问他那些生活 要做调音师不一定要懂得弹琴 万人辅导会正开办调音课程 希望更多十名人士听出个未来 无线电视记者高芳婷报导 嘉宾你讲体育 谢谢 先太香港逼球挑战杯 欧泳之打入了四强 这个在红衣的头号种子 八强对着师妹何子乐 50分虽然比上一个回合多 但仍然是直落赢三局晋级 比分是11比5、11比6和11比8 他的四强对手 威尔士的伊迪尼 因为陈浩玲因病退赛而自动晋级 铸石田径联赛洛桑站 美国基尔奪得男子100米的冠军 穿着红衫蓝裤的基尔爬在第五线 初段没见优势 仍落后第三线牙买加的鲍威尔 但基尔后半段加速 最终他跑出今年第二快时间的9秒79 奪得冠军 今年参加四场赛事他全部赢了 男子8一米兰方面出现今年最快时间 由美国跑手奥利华做出 时间是13秒03 而最紧臭的一项来自女子400米 镜头下方的麦克洛里 仅仅以百分之一秒之微 力压世界冠军蒙特索 时间是50秒36 德加班伯伯人莫尼克 去到意大利备战新球季 新任教练哥迪奥拿大力一班球员操练 这支上届三冠黄金季阵容变动不大 继早前由宿迪多蒙特签入葛斯后 阵中的法国易峰、列贝利和射手比沙路 都已经先后同球队续约 外界都关注哥迪奥拿能不能带领拜仁 再次奪得欧联、德甲和德国杯 42岁的哥迪奥拿执教巴塞罗拿四年期间 一共取得14项錦标 包括三届西甲和两届欧联冠军 无线电视记者梁浩然报导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职业高尔夫巡回赛 米基迅首回合表现很低沉 早前在美国公开赛拿到亚军 米基尚这一天的发挥判约两人 亦增过人第42项錦标的他 似乎都敌不过在这一项赛事 来必失准的魔咒 首日已高四肝的74元城 排第135 好大机会连续三年被淘汰 去年美国精英赛冠军 北巴沃尘表现正常得多 他和同姓不同名 北汉大门冠得主汤姆屈臣 上上落后绑手陆冠 两人都是排第32位 无线电视记者姚俊艳报导 接下来有中国天气预报 香港有30万外傭 在过去三年有2万个个案合约未完就转工 雇佣互相投诉对方的不是 究竟外傭法例有没有需要检讨呢 今晚9点半时事当面看 一千二百亿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出台 有官商勾结的指控 又有村民不签不策 如何开展这个计划呢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星期六讲清讲楚 政府说扩建堆填区是现在唯一的方法 但是扩建将军澳堆填区就遇到滑铁路 如何可以继续争取支持呢 环境局副局长陆公卫星期日来讲清讲楚 肚痛头昏, 吃什么药才快点好 就这药吧 爺爺可以胡说, 但药千万不要胡说 我村民民只信斯德芝制中水 对中暑头昏, 肚痛止呃, 很有功效的 全天然草管中药成分, 效果显著 斯德芝制中水, 各大药房有瘦 踢球不来 很累吗 去了米虎官尿 不过很大风, 又下雨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我不跟你说了 老公, 为什么不开门 怕疲累就哪里都不敢去 每天喝瓦培怡保汉 拒含三种特效元素 此产品说有助于稳定血糖 令你没那么疲累 尽情自主精彩生活 瓦培怡保汉 参赚湿 也很开心 不开心 就没想到 却免根部 而且有缺的 操控 凝固的鞋子 敏感耳环 不再忍 那幾天,失門的感覺 都不可以接受 要對自己好一點 Cotex Vice獨創3D超爽圈 旋風式速吸 有助集中導入,旋跡乾爽 要求高一點,迎接超爽回到我 戰鬥 歡迎收看中國天氣預報 外來用問 雲南地區今天繼續受 富熱帶高壓的支配 天氣是晴朗和酷熱 但在富熱帶高壓邊緣的 在四川和雲南就持續受暴雨影響 昨晚,四川雅安市石棉縣遭受暴雨襲擊 短時間內引發境內多條河流水位暴漲 造成特大山雄 而雲南鹽津縣昨晚也落大雨 導致多個地方出現山雄、泥石流和山泥傾石 直至今早 當地淵城沿河路附近 仍然出現山泥傾石 有超過3,000立方米的泥石突然倒塌 淹埋了9個人 中氣順台預測 江南地區仍然有大雨 其中在湖北、安徽和江蘇 將會有100至180毫米的大暴雨 以及大風、冰雹等強對流天氣 再看看各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高二、四朝 高二、四朝 五朝 四朝 三朝 五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